OK来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播客 哇这个位置感觉晒太阳非常棒 然后今天要的计划是回绵羊 然后所以说今天我得把东西收拾一下 打包行李 电动滑板先冲下电 因为我可能要十天半个月 有可能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 所以说电动滑板它电池如果放得过度的话 就可能会受损 所以说你东西得冲一下电 然后我还得把这些东西全部清理掉 扔掉一些垃圾OK 然后现在在把衣服啊床单啊房间啊给整理好 已经四点半然后五点十分的飞机 大概在起飞前 大概是节日登机 现在可能也就四十分钟 不知道能不能赶到 现在刚刚到这个东西上 来没赶上啊一路跑过来不行了 因为五点十分的飞机它可能要四点五十就开始登机 然后踢半个小时 登机前踢半个小时 就停止直机 四点五十就是四点二十差不多就停止直机 现在是四点四十晚了二十分钟 左中午收一个外卖 现在它让我改签 看能不能改签 一路狂奔过来 OK OK 然后现在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其他的航班 其他的航班 但是到成都 所以今天已经没有到绵羊的了 然后到成都的话 全部都是晚上十一点十二点 然后那个时候 再打一个滴滴回绵羊的话 一百多公里高速可能会非常的堵 今天回不去了 好可怕 OK来 欢迎 怎么又是欢迎 今天真的是太曲折了 刚才我在这个车上录了一段 觉得我发现没有开麦克风 这个是我用这个麦克风以来第一次 因为我回放 因为我一般都会回放看一下 就是晚上录完一段素材 我会回放看一下 结果发现这个素材没有麦克风 没有声音 我一看那个开关 居然没有开 哇 今天太曲折了 下午就 重新买了一张机票 因为那个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损失了 前面一张机票赶丢了 然后就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一个钱 然后但是你可以留着那张机票 改签到下一次航班 你下一次要做那个航班 但是不能去改变起飞的地点 以及降落地点 你还是得 从上海飞到绵羊 只是说会便宜 会损失百分之二十的手续费 就留着下一次 就留着下一次那个用 然后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机票 然后 但是只有飞到成都了 因为明天早上七点钟 KVN他的婚礼嘛 早上七点钟就要去 所以说我是笨男嘛 所以说就今天晚上就直接做了一个滴滴 本来是打算 我本来就两个计划 第一个计划是在成都 晚上住一个酒店 然后早上七点钟 六点钟的动车 然后回城 回面 第二个计划呢 是在成都出了机场 坐一个 那个出租车 然后我下了飞机 我就看 没有动车票了 明天早上动车票基本没有了 六点多的 所以说直接打了个滴滴 五百块 四百五十多 然后现在 一百多公里吧 然后还好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内有那个 有车就好了 以前有一个时间是四一点之后 就没车了嘛 所以说 还好现在还有多少公里 现在 已经过了免足了 到免足了 还有大概二十多公里吧 真的不要赶丢飞机 因为今天在那个广南路 广南路 广南路那个位置 其实他们给我说 应该做 四圈 不是只需要八分钟 但是我坐的地铁 广南路到 浦东机场的那个地铁 需要四十分钟 所以说我今天 就其实只有晚了十分钟左右 所以 也要去机场 真的因为 其实我本来租这个房子 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递红桥境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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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很多飞机都不飞红桥 就直接飞浦东去了 所以 以后还是买红桥 很少 现在有很少的飞机 以前有很多飞机 就是直接飞到 从绵羊 飞红桥啊 成都飞红桥 红桥飞绵羊 但是现在 很少基本上是飞浦东 OK 然后 现在晚上回去早点休息 估计到家里面 估计都 一点半了 然后 每一段时间都还得起来 不过 六点半应该 六点半起来 OK 然后 明天记得看 K-1的婚礼 明天 再见